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只要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首先要带大家来看的是在美国的这个飓风 叫做Delta的一个飓风 那么它在今天清晨的时候 登陆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墨西哥湾附近的路易斯安那州 那么预计未来会持续往东北方向移动 那么它在登陆之后马上造成当地有数十万户停电 那么预估它未来的行进方向会影响到千万人 那么也持续当局为当地发布了这个 这个风暴潮的一个警报跟可能会有这个强风豪雨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是目前发生在美国的这个Delta的一个飓风 而且在这个相同的地区实际上在8月中的时候 有受到这个Lora的一个飓风的一个影响 那么当然它未来往东北方向移动之后 受到陆地的影响也会持续的减弱 不过它在登陆的时候是一个二级的飓风 相当于我们中路台风的等级 但是未来会持续的减弱大概在今明两天 会逐渐减弱变成一个这个热带风暴 或者是热带性的这个低气 那么我们台湾呢 在我们东亚这附近 今天也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生成 就是目前在南海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那么预计在今天明天也会增强成为台风 但是未来它会持续往西面移动 会影响到越南这附近 对我们台湾呢是比较没有局限的影响 我们台湾这两天天气都是持续受到这个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在银峰面北部跟东半部云量都比较偏多 但是明天的话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明天降雨几率会变得比较高 最主要就是南方这附近水气比较偏多 有一些水气会沿着气流飘到我们台湾这附近来 所以明天开始礼拜天到礼拜一夜 我们银峰面地区北部跟东半部要特别注意 是比较容易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那么中南部地区是比较不受到影响 持续是比较稳定的天气也比较温暖 那么预计像这样子水气比较偏多的天气大概会持续到 礼拜一左右礼拜二开始又会恢复成 偏东北风到这个偏东风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天气 所以预计未来的一个礼拜的话 我们台湾持续都是在银峰面地区 雨量都是比较偏多 中南部的话都是持续比较稳定的天气 这样子的态势可能还会持续一阵子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温度的部分的话 北部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仍然是比较偏凉 低温大概22到24度 中午高温的话礼拜天 明天的话大概中午高温26度左右 到礼拜一的话稍微回升来到27度 但是整体而言 白天还是比较偏向舒适到偏凉 有风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凉意 早上晚上提醒大家还是要添加宝藏袖或是外套 南部持续都是比较温暖的天气 低温大概26到27度 中午高温大概在30到31度左右 这样的区域大概都维持在 北部跟东方部地区这个阴风面 不过稍微注意一下 礼拜天开始局部地区 可能雨势会稍微的比较大一些 另外来看一下在这个 今天晚上隔地的天气 基本上就是淫风面地区 北部跟东方部云量比较偏多 局部零星的短暂的阵雨 西半部陶珠苗以南都是比较稳定的 我们高雄贫荣附近 要稍微注意一下空气品质 那么明天白天天气的话 这个淫风面降雨几率会提高 可以看到北部跟东方部 都有出现降雨的图示 所以都会是比较偏施凉的天气 提醒大家出门要记得吸来雨去 西半部的话陶珠苗以南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 同时在这个高雄屏洞 还是要持续注意 这个空气品质不太好 因为臭氧浓度会比较容易偏高 光化反应会比较明显 所以几个重要的提醒大家 明天的话跟今天比较起来 南方水气会稍微的增加 北部跟东半部容易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中南部是比较稳定的天气 那么高雄屏洞还是要持续注意空气品质 中南部是比较稳定的天气